所以今天这几位当中 最让你回去会脑中留下印象的是 其实有几位我都还蛮有印象 我觉得其实心童的脸还蛮好看 然后胆子也还蛮大 但只是就是说 他要把某一种气质拿掉 然后像大宝还有后面的两位 恶魔跟阿迪 我觉得其实都会 就是只是说他要走演艺圈里面 不同的行业别 就是比如说有的是适合模特儿 有的是适合谐心 有的是就是把他放在对的位置上 他们都会表现很高 如果我跟阿迪说 他应该跟大宝搭档 这样原来的搭档恶魔应该很恨我 会非常恨 我觉得恶魔是不是长得很像阿咪老师啊 是 有 有 你如果把蓝镜匡放上阿咪的脸就是阿咪 恶魔你是一直要跟阿迪搭档才行 你不能独立表演对不对 可以啦 我也可以就是独立表演 你独立表演有比较好笑吗 应该会有吧 真的 因为独立表演就不是讲笑话了 是什么 是就是表演一段就是 我们可以听一小段吗 可以啊 加油 龚信介爱上颁奖之心酸的浪漫 心酸的浪漫 好 心酸的浪漫 心酸的浪漫说不出啊 我太傻 当兵刺枪术 白兵注意 向前阻止 刺 向前阻止 刺 干什么 有戏无力的 报告班长 他说 我不习惯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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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心酸啊 当兵的时候 只能打电话回家三分钟 只能打电话回家三分钟 好辛苦喔 我好喜欢我的爸妈喔 终于轮到我了 叮叮叮叮叮叮 喂 班长 不要打给我啦 干什么心酸啊 你这个脚本不错 我只能说 你却他的粉丝 应该是蔡湯人吧 音乐愁中了 你在那 你不是说他很有种吗 然后侯起动就想说笑点 他比成汉典有种多了 其实我都是一个人表演的 汉典他都自己编剧本 我也是要自己一个编剧本 你根本没有编过剧本 有...我是一个编剧本 而且讲笑话讲求就是快很准 你有办法是要这样一个人表演 当然我现在去赛表演啊 讲笑话讲求是快很准 有一天小明 小明走路回家 小明走路回家走走走走 突然遇到一个女鬼 就这个女鬼出来 放了一个屁就死掉了 为什么 讲过了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她放屁 放太用力 整个魂飞魄散 差一点 你好烂喔 我怎么处理这些事 老婆 现在那边就剪掉 快点一点 从快点要走出来那边就剪掉 OK 老师们是不是不能理解这个人怎么会红 所以她怪怪的 好烂喔 走开啦 所以婉若你说如果是你的话 你必须要记得的是 库斯拉跟那一对 对 我觉得因为他们的表演是自我的创 加上他们创作嘛 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更有一些内容 他只要习惯电视上面的表演的方式 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那其他有一些可能就会觉得他本身内容太过单薄 那要不然就是你要外形非常非常厉害 如果要跟王伟舟先生合办一个学校 是 我们要做一个明星艺能学校 就是希望比如说你可以综艺的 谐心的 歌唱的 戏剧的 然后模特的 如果你们想要先学一些专业的技巧 然后知道怎么样进入演艺圈 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有年龄限制吗 我们是从15岁开始 到25岁 只到25岁 25岁 但是综艺科班别不限年了 综艺科可以很老 对对 综艺班别不限年了 所以就是如果缴了报名费 报名之后有可能可以变成明星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结合后面很多品牌 我们可以帮汉点缴报名费 然后把它送进去再学一下吗 他要学模特的班还是 模特的班 他才花已经用完了 快点 你赶快去奉鸣 对 因为我有时候那个走路 比较需要加强一点 就是说模特的那个 但是你不只是走路 整个脑部都需要加强 我好像要告证 怎么说 蔡依林欺负她 怎么可能 没有 那个就是之前有一些小摩擦 跟蔡依林吗 算 还有她的经纪人也是 你说她们两个欺负你 对 就是在排维武独身的时候 就是那等于是第一次 帮她找外国老师来排舞 然后呢 之前她两个 你帮她找到哪一国人 美国的黑人 就是她在街舞界还蛮有名气的 但是就是我对她的工作态度 非常不满意 你说那位黑人老师是不是 对 就是从我跟她 她来台湾是我接卡的 然后我要接待她 然后她就是事先 我已经跟她联络过很多次 然后她 我有特别问她说 她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如果来台湾的时候 她都没有讲 然后等到台湾 我已经帮她预定好饭店了 然后呢 她就是临时说 她要住在某家 中校东路某家POP对面的 那一家饭店 因为这方便她去把妹 然后可以及时带回去 所以你是在生气她去把妹 而没有把你放在眼前 不是 不是 我是觉得你是来工作还是来舞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 陈锋老师自己在帮 九令编舞的时候 都会一直被要求 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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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为什么外国老师 来随便编一个舞交差 他们都不叫她改 对 而且那个架选是 整个是 钱比陈锋多好 好啦 所以那你是在 跟九令和好了吗 好了 其实经过那次 因为那次就是我很严重的 憂鬱症复发 对 他拍MV的时候 所以现在有跟他讲胎是不是 就那之后 他们的那个态度有改变 他现在来要谈谈 告状张信哲的事 还有别的迷惑吗 张信哲 不是张信哲 难道是非预期吗 你要告状某一个抒情歌手 都不跟你好好练跳舞的事情 当初的时候就是 但是 我也不晓得 你说他不好啊那种人 对 他就是上课的时候 非常不认真 他可能就是认为自己是 唱的都是抒情歌曲 他不需要上舞蹈课 OK 他不需要有什么肢体台风 可是 所以那时候呢 他就是上课就是常会打哈欠啊 然后就是那个注意力不集中 他可能真的很困啊 每次吗 就是那种你对我 他真的很小心眼耶 你帮他讲话他要做每次吗 我知道 应该是有偶像团体的偶像 他不是 他算实力的 真的吗 对 好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就告诫他 我说你 商品公司花这么多钱 来送你来上课 学到的东西是你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请你要专心上课 不然你就离开 没关系 黄品源 我不想赚你这个钱 院贤旗 不是 他还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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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故事是告诉大家说 不要看你人很好 就是老娘也是会发脾气的 不是 是就是 你要认真 就是你在这个行业 你真的要认真 是 认真努力的人 就会有触头天的机会 我们这台就是祝 韋中哥跟婉若的学校 这个非常多人来报名参加 然后书俊在南京的演唱会 大家要加快脚步喔 880块人民币的一张票 一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謝謝 謝謝 大明星来上台语歌 狀況百出啦 我无罪 我无罪 无罪 請你不用等情我 你为什么要隐藏你这台语歌手 好 就会很吓掌 好 烦漫花 去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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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请问看人欢喜 道 Gefühl來接谁啊 你刚才 他又坐在走的 你走 你走 他又会把你砍掉掉 對 警察照片的人不可以遣 笑容音的晚上吃点 今天送回台康熙来了